昨夜美股三大股指再次出现了下跌 今天马股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进入到12月份的第二个假期日 昨天又出现手套和科技领跌 今天行业方面到底又是怎样的变化呢 今天马股会不会出现止跌呢 大家好 我是荷木烈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中午五盘解评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隔夜美股走势的情况 从旁边来看的 给美股三大股指标500道琼斯纳斯达克 均出现大幅下跌 原因在于美国出现首例Omicron病毒 但是并没有显示说 这个病人有更加严重的一种反应 接近这种恐慌性 那么美股各大疫苗公司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我们看欧洲昨晚收盘情况的几乎集体上涨的 像主要的欧洲国家 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英国都出现 两八线以上的上升 截至到中午收盘时间 截至到中午收盘时间 亚太地区股市涨跌参半 账幅比较大的是菲律宾 红图指数 韩国 近年台湾 以及印度 跌比较多的是中小板 日经 以及巴尼斯坦 马股接着到中午收盘 是小速下跌2.89 跌幅在0.19 我们从分时走私来看 今天属于震荡的一天 从早盘的格局就已经看出来 多空都很强 但是在九点半之后 多方快速上攻 突破了早盘的高点 但是到十点半 非常重要的转盘点的率直 继续转下 跌破黄线 目前再次沦为多空 拉锯的这种局面 所以今天整个一天呢 就可能是收十字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十字或者小阴线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从大战图来看呢 目前是平开低走 创出了走进的新低 然后我们看一下 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从趋势来看呢 依然是下降趋势 今天创出了新低 从下面进行状况来看呢 外资依然是撤出的 洒乎带不断增加 所以这个是不太好的现象 提起大家注意呢 要注意一下风险 我们前面讲的1500点以下 两天以内 如果没有回到1500点以上 就不太乐观了 刚才我们有看到 指数目前的这个情况 说在1494 今天最低 1491 最高1500点 也就是最高点 没有能够回到1500点以上 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60分钟图 60分钟图这边呢 已经创出了阶段的新低 前面我们画的那个通道呢 基本上也已经被跌破了 当它再次跌破这个通道的时候 那个通道线呢 基本就不能用了 我们后面需要再重新的去修正 下面的这些状况呢 还是以游资为主 外资和炒价根本就没有出现 所以说呢 能出现大行情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从今天的盘面特征来看呢 确实还是非常弱的 上升的股票只有213只 下跌的股票 高达621只 平盘的股票395只 马尔最终 在中午收盘的数以1494.04 下跌了2.89 跌幅在0.19 从整个行业的表现来看呢 也是大多数行业实现下跌 只有Property 然后Plantation 有微幅上升 今天跌幅较大的行业是 Technology Healthcare 以及Industry 昨天是科技和手套领跌 今天是科技和油气领跌 为什么科技和油气领跌呢 因为目前美国 这个美联储主席巴尤尔呢 他改变了一贯的这个 鸽派说法 突然承认说 通货膨胀不是暂时性的 应该尽快结束 这个宽松政策 所以对整个资本市场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另外呢 美国首线 Omicron病毒病例 这个也是一个导火索 我们先来看呢 这个Plantation呢 还是有小幅的上升 然后像Property呢 是小幅反弹 但是没有炒价 也没有外资 Financial Service呢 继续低开低走 下边的炒价 已经跑完了 Activity呢 继续弱势下跌 Consumer的下跌 创新低 散户呢 是88.38% Paskare呢 继续调整 装甲已经跑完了 外资已经跑完了 3D的下跌呢 就代表着一个循环 如果在明天收阳线 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明天再收阴线呢 基本上意味着 它已经解除了它的上升 比如说 会继续沦为下跌 甚至创新低的概率 也还是有的 Race这边呢 今天出现回调 散户比例大幅增加 Transposition呢 低开低走 下边没有炒价 散户比例大幅增加 它的Communication呢 沦为落实 下边的散户 也是大幅增加 Construction 继续下跌 创新低 散户也大量的增加 Industry 经过了一天的反弹之后 今天低开低走 外资继续大量的撤出 Energy这边呢 小幅回调 洒户大量增加 Tainology呢 打开下降通道 洒户首次出现 所以这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 今天科技股 开始进行沙跌 如果有科技股的朋友们呢 要注意一下风险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科技股当中 沙跌的那些股票 到底是哪一些 那从科技版 科技版这个跌幅网里边来看呢 有几个比较权重的 科技股出现下跌 比如说6963 然后0041 Hongson 正科 以及Panamaster 然后是Vitrox 还有这个Gtronic 这些都属于权重性比较大的 以及像这个Inari 今天也出现了 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还有这个Datasonic 一直在下跌 你可以看702 这个Gtronic 跌的比较多 然后706 这个权重比较大的 今天出现了 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说主要是群众股啊 还有包括群众最大的 这个3867 今天也出现了下跌 0166 跌幅比较大 这个是全中最大的一个股票 所以今天它出现一个 非常大的下跌 所以说对于整个市场影响 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这个手套来讲的 今天像 0182 5168 包括706 753 都下跌了 唯独还带强势的是 这个713 还是有上升的 但是它也是高开 递走的情况 然后像 其他的 0155 是吧 小幅反弹 然后剩下的 基本上都是下跌的 791的 终于出现白圈了 然后753 昨天就变白圈了 706 706 既可能变外白圈 0163 也变白圈了 然后 5168 开始小幅回撤 0182 连续三天 大幅的下跌 那您的股票 到底庄家 有没有跑路呢 您的股票 趋势状况是怎样的呢 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留下您的股票代码 我们会及时联系您 跟您发图 做解析 那我们今天的 股盘减评 基本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每天听五盘 每天听五盘 股票会赚钱 现在虽然赚钱相比较差 但是你能逃顶也行 对吧 能逃顶也是 少亏就等于赚 或者不亏就等于赚了 现在